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 杰城欢迎您来观赏圣诞剧 他的后半生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精打细算 生意有成的商人 钱是他最大的追求目标 以至于他不但被钱捆绑 而变得吝啬贪婪 错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爱与关系 还赔上了健康犯了法 在这个社会中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 这种人会转变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邢老板他的故事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 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钟 来到One Thing基督教会 一起来观赏这一部圣诞剧 再会后还有聚餐哦 各位观众 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 Felicia会亲自的演出 一定要去看 想要看Felicia忘死吗 想要看Felicia出秀吗 所以千万一定要 这个星期间去那边看哦 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 Yay 護宝 好啦 jusqu 刚 记得 好 愣 Wave 自由扭曲爱 会造成道德败坏的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以下这张照片 会被说成是言论自由 还有自由吧 如果你现在是跟你的小孩 一起看这个节目的话 请先关掉 或者是请先把你的小孩带出去 这是有影片的 我没看那个影片 我也不想看 我相信各位应该也不想看 这是一位在我们的国家的首都 国会美国的最高殿堂 参议院里面发生的事情 一位在参议院工作的 同性恋员工 在我们国家的参议院的会堂 拍同性恋的性爱影片 给全裸在参议院那边 那会发生这个样的事情 表示了很多事情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揭开了我们的社会对于民主 自由 包容多元的扭曲 还有我们的政府 现在变得多么的堕落 腐败以及无耻 很多现在的主流媒体说 这些这是不小心的 这些人只是好玩 可能只是走错门了 他只是 从后门进入了我们的参议院 那我个人是 非常包容的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介绍很多的非常非常的多元 非常理解他们的行为代表了什么 他们的行为 其实就是我们美国的参议院 每天在国会里 对美国人做的事情而已 OK 他们只是 非常明显的表达出来 这样的事情在国会里面 几乎天天在发生的 那这位 在参议院被走后门的员工 是一位民主党人 What a surprise right 名字叫做 Adan Mase Zachprowski 他是一位犹太人 支持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建国的一位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形容这个人 我真的很少看到一个 这么好笑的一个新闻 但是又这么真实 这么悲哀的一个情况 他有在拜登的竞选广告上面出现过 是一个100%的拜登支持者 拜登发这个影片上传上面写的就是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你几乎可以听见这位 参议院的员工在那边大喊 from the heart of my bottom thank you too 是什么意思 大家自己去解读 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当然这位遭迫害的员工 马上就出来声明说 没有这回事 但是过了没多久 参议院就宣布开除了这名员工 那他是非常愤怒的 所以他就上了他的linkedin 上面去解释了他的行为 最近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那些人只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 而攻击我 因为我爱的人 就算我曾经有做过不好的决定 但是我还是爱我的工作 绝对不会在我工作的环境下 有任何的不尊重 任何想要侮辱我的行为 以及捏造我的过去的指控 我都会透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那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啦 影片好像是他自己拍的 好像也是他自己上传的 我不太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脱罪或者是要赔偿 用正常的逻辑思考的话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那天我们有个观众说 我的新闻太主观了 那这就是我的频道啊 这是我的公司啊 为什么这位人兄会说 我因为我爱的人 所以被攻击了呢 这个就是公认的 他就是公认的受害者 他自己的私事 不只是在公共的场合 人民民主的殿堂 他可以在那边说 我只是在爱我爱的人 所以说就被攻击了 那这里发生的爱 不是真正的问题 而是他如何去爱 爱这个字是被滥用的 希伯来文里面 好像有七种不同的爱的说法 但是英文里面就是love 中文里面就是爱 我爱我的老婆 我爱我的孩子 我爱我的狗 但是爱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只要是正常的人 应该就可以了解 那我们不能用我们 我们爱太太的方式 去爱参议院的员工 除非你老婆在参议院里工作 你也要用爱你老婆的方式 去爱你的老婆 不是用爱参议员的员工的方式 来去爱你的老婆 就算那个人是你的老婆 你也不应该在参议院里面 用爱你老婆的方式 来去爱你的老婆 说真的 这就是美国跟西方国家 还有现代西方的政府 接受西方制度的国家最大的问题 当我们失去道德的时候 当我们分不清楚对错的时候 我们的自由不是神给予的 而是自己捏造出来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知道爱是什么 当基督徒认为说 爱大于律法 所以律法不重要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的国家被闯后门 开除它 它还可以在上面说 它被攻击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上一个影片 OK一开始提到这个爱荷华的 撒旦教的那个 爱荷华州政府撒旦教的那个摆饰 因为基督徒 前海军的飞行员 曾经参选过国会议员的英雄 叫做Michael Cassidy 走进了爱荷华的州政府 把撒旦的头拔下来 摔碎之后丢到垃圾桶里 之后他自首拿了罚单 现在就在等法院开庭的日期 全国都在他的背后 因为他的英雄事迹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英雄做的事情 以下是他上Fox News的片段 Cassidy is arrested and he's charged with fourth degree criminal mischief he's been released and Americans are rallying behind him let's bring in Michael Cassidy and his attorney Davis Yance So Michael is this something that you plotted or is this something you just did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thanks for having me Jesse this was certainly a spur of the moment kind of thing I saw that this was going on I was surprised that it that the legislature allowed it up and that they didn't do anything to take it down just to take it down and so I got to the capitol and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got there just like that scene in Illinois with tons of people chanting and whatnot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be there but nobody was there and it it offended me it touched a nerve it was you know righteous indignation I call it you knowChristian civil disobedience disobedience and yes I took the statue that was there and it or the idle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and then it's no longer there and then it's just a little bit of you know how precisely did you decapitate satan pulled his head off and just pulled the head right off and let it crash on the ground pulled it off and then it's just some some cheap fabric probably like i don't know five ten dollars something like that tore it off pulled it apart put it in a 當然左派是非常生氣的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美國的問題 他們把美國的建國國父 華盛頓 傑佛遜 安德爾·傑克森 羅伯爾·伊利 Thomas Jefferson Benjamin Franklin的雕像扯下來 說他們不代表美國價值 他們去維護一個撒旦的雕像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我們的世界在敬拜什麼 在崇拜什麼 我們的社會在維護什麼 我們的政府在推崇什麼 這位Michael Cassidy做得非常好 他摧毀了一個 侮辱基督的雕像之後 他自首他沒有逃跑 親自的承擔責任 可能要賠錢 可能要上法庭 這個才叫真正的示威抗議 我們願意承擔我們的行為 不像那些左派那些人 每次蒙著面去打砸槍 說這是和平示威 我們偷東西搶東西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樣子的人 Michael Cassidy 在這個事件後面站穩腳步 我們支持你有宗教自由 但是撒旦教不是一個宗教 撒旦教自己網路上面也自己寫的 這個是他們在網路上的回應 OK 你們敬拜撒旦嗎 他們說不是的 我們不相信撒旦的存在 也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現象 撒旦聖殿認為宗教應該也必須跟迷信分開 所以我們不推崇個人對於撒旦的崇拜跟信仰 接受撒旦這個名稱 是因為想要接受理性的思想 來去除那些超自然 以及建立在傳統上的迷信 撒旦教徒應該要努力的使用邏輯思維 以及運用合理的思考模式 來面對所有的事情 我們相信的是可以重複的使用科學 以及對科學的了解 來面對真實的世界絕對不迷信 也就是說 他們稱為的信仰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也不相信 他們其實不是相信一個東西叫做撒旦 會取這個名字只是因為 基督教的敵人叫做撒旦 所以說所有的擺設 所有的儀式 他們所支持的東西 只是要用來侮辱其他宗教信仰 也就表示說 撒旦教不是一個宗教 那就不在宗教自由的保護下面 他們還是在攻擊其他的宗教 反而是違背憲法的 當我們遇到不公義的時候 當我們基督徒遇到不合法 不合理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是應該要跟這位 Michael Cassidy一樣 遇到撒旦教在我們的周易會立了一個雕像 我們不但有義務 有權柄 還有責任要把它拆毀 我們的目標 如果是要讓美國重新回到基督的價值觀的話 那麼我們要做的事情 絕對不是遇到邪惡的時候 遇到對於基督的侮辱的時候 我們裝作沒看見 以為祷告會解決一切 而是要親自的去面對 親自的去挑戰 而且承擔挑戰的後果 挑戰公權力不是不符合聖經的 使徒行傳裡 保羅就是一個挑戰公權力的人 彼得就是在挑戰公權力 耶穌就是在挑戰公權力 如果他們跟我們現在的牧師教導一樣的話 只要待在教會裡面 我們現在就不可能會有所謂的基督教 也不可能會有教會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跟Michael Cassidy一樣的 親自的去面對邪惡 而且承擔之後的後果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